又到了全球现场的时间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 日本的防卫省呢 昨天是证实了 在这个18号通过了 京青海峡之后呢 从太平洋南下的大陆和俄罗斯 一共有10艘的海军军舰呢 在22号又进入了东海 所以呢 几乎等于是绕行了日本一大圈 那么这也是日本防卫省呢 首度确认中俄舰艇呢 同时通过了大禹海域 所以日本防卫省呢 也视为是这个极特异的行动 因此是持续的加强警戒还有监视 大禹海域跟这个京青海峡呢 其实都是国际海域哦 包括了军舰在内的外国船舶 都可以自由航行 另外呢 日本的防卫省也确认了 这个中俄舰队通过了大禹海峡之后呢 在昨天的上午哦 是在这个长崎县男女群岛的 南南东方大约130公里的海域 大陆最先进的这个飞弹驱逐舰南昌号呢 有一架直升机是从这个军舰上头起飞 也让日本的航空自卫队战斗机呢 是紧急升空来因应哦 不过呢 这一架大陆军方直升机呢 并没有侵犯日本领空 之后又降落回到了驱逐舰上头了 日本媒体报道说呢 这个中俄军舰同步航行 采取了前所未见的行动 日本防卫省呢除了着手分析背后的意图 同时呢也会持续的加强警戒 不过大陆官媒新华社呢 则是报道说 在中俄海上联合编队呢 是在当地时间的23号下午 在这个东海东部海域 举行了分航仪式 双方舰体是编队哦 经过了为期7天的联合巡航之后呢 按计划分航 那么大陆和俄罗斯呢 首次的海上联合巡航呢 是圆满结束了 另外来看到一张这个最新的画面 是根据这个大陆智库 南海战略态势赶之发布的消息指出呢 在22号的上午10点多 哨兵卫星呢 在这个黄岩岛以北的海域 疑似发现了美军有上浮状态的核潜艇 根据外媒报道呢 这个美军的潜艇康乃迪克号啊 这个月初呢 在南海是撞上了不明物体 而且有十多名的美军受伤 大陆外交部呢 随后也对这起事件表达严重关切 批评美国呢 是故意拖延 还有遮掩撞船的事故 并且要求美方应该要 详细的公布 而且澄清事发地点 航行意图是否影响到了 事发海域的航行安全 还有渔业的作业 以及有没有造成这个河泄漏 等等的情况 只是对此呢 美方都还没有对这件事情有所回应 在撞击事故之后呢 这个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的监测呢 是提出了报告说呢 在3号上午10点左右 疑似这个海狼级的潜艇 处于上浮航行状态呢 往这个关岛行驶哦 研判呢 发生这个撞船事故的核潜艇 是已经离开了南海 不过呢 美国的这个核潜艇呢 回到了关岛消息 传出20天之后 又传出了这个有美国的核潜艇呢 在黄岩岛以北的海域上浮 目前原因不明 只是呢 也引发了大陆军事专家的关切 大陆网友现在就酸说 诶是要再上演一场撞船秀吗 还是又在水底下撞了呢 另外有不少网友是愤怒的表示哦 这个美国的核潜艇偷窥 并且潜入大陆的领土黄岩岛 要官方呢 必须采取行动来应对美军挑衅的行为 和大陆有关的消息 大陆外交部呢 是宣布说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会在10月25号 也就是明天呢 在北京要出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周年的纪念会议 并且将会发表重要的谈话 那么其实在今年的9月8号的时候呢 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 也曾经在北京 以视讯方式 出席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周年的研讨会 当时王毅呢 就表示说 这个1971年 第26届的联合国大会 是以压倒多数 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 决定恢复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50年以来呢 大陆是以实际行动 践行了联合国宪章 宗旨还有原则 成为了世界和平的重要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最大购献者 还有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 当时王毅也表示说呢 世界正处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 国际社会呢 会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需要联手来应对 挑战实现共同发展 那么由于呢 这个10月25号也是台湾光复节 那么北京涉台的智库人士 透露说呢 习近平很有可能 在当天呢 也会针对涉台问题 再度提出明确主张 好跟大陆有关的消息 还有啊这著名的钢琴家李云迪呢 他日前是涉嫌嫖妓 遭到了北京警方的行政拘留了 大陆的音乐家协会 事后也发出声明说 这整起事件呢 已经产生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所以决定要取消他的会员资格了 那么央视也发文评论 这个李云迪呢 是自作孽不可活 而另外有声称知情呢 网友是爆料说呢 李云迪被警方查获的细节哦 说呢其实早有前科 而且每次都花大钱 还说呢 他是用实名制的转账方式 来支付这些款项 每一次交易的金额都高达了 这个人民币一万元呢 大约是台币四万三 不过李云迪面对的最大处罚呢 除了他一夜之间声名狼藉之外呢 现在恐怕还要面临天价赔偿 最近北京当局呢 因为正在大力的打击 这些失德的艺人 那么涉嫌嫖妥妻被捕哦 当然也逃不过被消失的命运 像是李云迪曾经参加的综艺节目 已经被下架了 另外至少还有12个广告代言 包括有汽车啦 还有一些乳制品等等 也陆续跟他切割了 另外李云迪呢 原本还是这个广州市的形象代言人 不过广州市呢 这个文广旅局也已经宣布 要终止他的代言人资格 那么就有这个演艺界的人士来估算 李云迪呢恐怕得向受影响的广告商赔偿 至少2亿元的人民币的违约金 那么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也公告表示了 因为他违反了这个法律法规 违背了社会公德 所以决定呢 根据这个法律管理办法呢 要求会员单位对他来进行从业抵制 换句话说呢 李云迪现在是已经被大陆全面封杀了 好另外来换一个画面来看到呢 这是在日本呢 东京的一个江东区 是推出了疫苗巴士的服务 这是东京23区里头第一次呢 出现像这样子的一个疫苗巴士 时间点呢 是从10月23号 一直会持续到11月28号 每周6日呢 会出现在这个江东区 三个百货公司里面来 这个巡回行驶 不需要拿出这个接种券 也不用预约 只要民众呢 攜带身份证件就可以施打疫苗 而且从这个问诊啦 到打疫苗 还有打完以后观察的这个时间 都在这个巴士里可以完成 对象呢 是12岁以上的 以上的这个江东区的区民 打的是BNT疫苗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呢 从这个23号实施的第一天 就有50人以上来施打了 而江东区的这个当地的这个政府是表示呢 因为在这个年轻人容易聚集的百货公司来实施 就是希望可以推动年轻人 年轻的居民来接种疫苗的这个比例 最后一个优先轻人 就会提供いく